完蛋完蛋,昨天的预测完全失败 这个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 疫情又封楼,继续加了7天 好消息是我们这个封闭的楼可以去边上的社区去买菜 那我到晚上起来看见这个我们这群里就开始说 昨天的检测情况,瞬间 而且这个隔离时间从28号开始起 加7天,一下就奔着5月4号了 原来订的五一出游彻底歇菜了 京东城主力,你看这一盘 其他的快递也都在百环封闭着口卸货 居民就出来取货就行了 没什么影响,真没什么影响,没完蛋 再说说这买菜的情况 这边人可以去里头买菜是吗 这楼里面的可以去里面买菜 我可以去里头买菜是吗 那我能去对面买吗 对面我不敢保证 反正这儿 对 对 这里能买菜那就方便多了 你看这是送东西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小区 但是买菜你看那个人还是 前面那个人就是去了边上的超市买菜 买完菜然后递了回家 可以 没任何影响 抗疫面前大家必须要积极 积极再积极 你看这其实楼下还是可以稍微动一下 这遛狗子也能要搞出来 这个拉个屎 撒个尿 我也继续保持对这个霜景尽松地区 风楼的这个疫情的关注 快点